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北京和在大陆的许多地方演讲 他做了一个活动就是争取我们公民的权利 他所谓的权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 而是觉得我们生活品质要维护我们应有的标准和权利 邻居吵了我们 我们要跟邻居计较 邻居的狗叫了 我们要检举 他有狗在叫 我女儿跟我联络 我跟他说 你这样做法 你要准备付出代价 如果愿意付代价 当然就可以争取权利 我特别告诉他 你注意有一个美国人叫做NADAR NADAR NADAR 这个人 我女儿当然知道这个人 她说我会注意 今天我把这个NADAR照片展示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一个人呢 这是个神经病啊 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 他不吃 不喝 干什么 过最苦的日子 去揭发美国汽车公司的黑暗 就是很多汽车做出来 其实是不安全的 可是他骗这个消费者 骗这些买主 他们掩饰这个黑暗 他就很耐心的就一样一样揭发 一样一样去检举 汽车公司就威胁他 派人收买他 买不动 派流氓威胁他 流氓他也不怕 软硬都不吃 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过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他自己也不开汽车 这么一个怪物 后来在美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风气 很大的一个响应 害得汽车公司道歉 他变成了保护私权 私人权利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个英雄人物 可是他付了很多代价 我提醒我女儿李文 艾迪李 我说你要准备付代价就可以玩 不想付代价 你就心里有数 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 很凶悍的人 我喜欢打官司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喜欢打官司 因为打官司最便宜 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写的那个告词状 这状纸固定的格式 一天就告进去了 为什么喜欢告人 因为要用法律的手段 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 那不守法律啊 我们不要逼他守法律啊 就这样子啊 法律本身是睡觉的 你要使他醒过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我呢就专门干这行了 可是我的政治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这个政府 我所恨的这个国民党的伪政府 民进党的伪政府 我恨这个政府 所以才告他们 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法令 后来他们公布了 叫做国家赔偿法 意思就是说 做了什么 国家做了什么事情 做错了 包括政府的公务员 做了什么措施 伤害了你 你有权利向政府要求赔偿 叫做国家赔偿法 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展示过 展示过 我有96本书被查禁 我再说 我是全世界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 被查禁的书 最多的一个人 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 用的法令 就是 他说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 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 是全世界历史上 戒严时间最长的 可是最后 蒋经国在临死以前 为了表示 他自由民主 就把这个这么久的戒严 就说解除了 解除前半个月 他们还对我动手 我用了一批禁书 藏在台中 我母亲在台中医中宿舍的家里 我母亲是台中医中的训导处的职员 所以在宿舍里面 我就 趁着我母亲 在国外探亲的时候 我就藏了一批禁书 藏在里面 再解严 前半个月 换句话说 再过半个月就解严了 所有书 这样的方式都不能进了 台中市政府 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 找来锁将 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 冲进去 把箱子打开 把我的金书摸出走了 摸出走了以后呢 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后 台中市政府派来代表 警备总司令部 那时候也解除了 可是呢 他们也派来相关的人士 他们跟法官说 我们知道了 李先生要告我们 所以在整个的查扣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现场录影啊 每一个镜头都录影了 现在可不可以放给法官看 法官说可以 他们就放给法官看 他说李先生啊 家里面放了很多箱子 纸箱子 有的纸箱子是禁书 有的纸箱子不是 我们就一本一本的打开 一本一本的查 哪一本的信书 放到这边 不是信书 我们回归原位 最后分出来以后 他的房间里面 我们的扫地 你看我们给他扫地 扫得干干净净 马桶 马桶的冲过 我们是这样子客气的 把他的禁书搬走了 这个整个的录影的画面 告诉我们 告诉法官 我们是规规矩矩的 非常礼貌的 非常清洁的 在解研前半个月 最后下手 没收了李先生的禁书 看了这个录影带以后 法官问我意见 我说就是凭这卷录影带 证明了他们犯法 法官说你怎么证明 我说法官先生 你记不记得 我们有一条法律啊 就是说政府对人民 到家里面去搜索的时候 我搜查你家里 要打开一个票 要搜索票 就法院开的 我同意要搜索你的家里 就等于到我家来搜索 对不对 搜索票 要给主人看啊 主人不在家 我母亲在去外国了 去看儿女去了 看亲去了 那么怎么办呢 法律有规定 就你要搜索这个房子的时候 如果主人不在家 你这个搜索单位 要会同 要跟有一个单位接触 什么人呢 叫做地方自治团体人员 什么是地方自治团体人员 就是林长或者里长 你要把选出来的林长里长 跟他们见面 把那个搜索票给他们看 然后你才可以打开这个锁 然后才可以到我家里来搜索 不是这样子吗 我说请法官看 整个的录影带里面 有没有这个画面 他们直接就来了 带了索将就来了 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 没有拿出来 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 给林长里长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人员看 没有这个画面 换句话说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定的程序 重要的法定的手续 他们不遵守 就是他们提供的录影带 按照法律证明了 他们乱搞 这个官司打的 他们上诉 罚下来 一会他们有罪 一会他们无罪 打了多久呢 打了五年半 最后官司打赢了 大家看看 我让他们赔我的钱 就是台积台币啊 叫他234万8650元整 看到没有 开给我的是国库支票 就是政府赔的钱 看到没有 由台中地方法院 转开出来 他们给的钱 给的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拨给我 打赢了 为什么你打赢了 就是我们心思细密 跟你纠缠 用你的规则 抽你的洋相 在这个官司以前 台中市政府被我打败以前 我告告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也是 我一书一查禁 每次查禁 所以警察到书摊上 每次看到习惯了 每个月都出书 都查禁 就没收 有一次啊 我把一本书啊 出了上册下册 先出上册 查禁了 下册又出来了 哎 警察就没收了 没收了以后 我被我告 为什么呢 我 你命令里面 只查禁上册 下册 你忘了 所以我告你 你不该没收我的书 被没收了 告了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请我去 叫我坐在那里 旁边 他大员陪在旁边 摆着做茶点 给我吃 把那个 查禁我书的 那个警察 叫到面前 给李先生道歉 那个警察就向我鞠躬 三鞠躬 然后他们就问我 说李先生 可以原谅他吗 我说他可以原谅 可是我问问看 你们怎么处分他的 他说我们把他 从一个高雄市 很肥的地区 就是快点一块说 可以拿油水的地区 把它调开 调到我们现在的 警察局门口开门 站岗 站岗拿不到红包了 所以呢 这个处分 李先生满意吗 我说满意 那他们说 那李先生跟我们和解 我说政府还没有处分 只处分了警察 他说怎么样 处分政府 我说要赔我一块钱 那个旁边的警察局 副局长说 这个太容易了 就掏 掏钱 要给我 我说这个不行 他说为什么不行 我说有一个法律 叫做公库法 公库法里面规定 政府给人民的钱 都要开国库支票 所以你要开一张支票 上面是一块钱的 要开给我 他说这个 这个好吗 我说不然就不好 他说我们给你钱 是高雄市政府 三千块钱以下 我们都是方便你 给钱 给现金 我说不行 我要你合法 就是要他的支票 最后没办法 就开出来 大家看 高雄市政府 市库支票 给李尧的一元整 就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开了一张 当然这张支票 我不会去兑现 为什么数目太小了 所以到现在 我还保留在这里 高雄市政府 一年三年以内 每年登报 求我来兑现 为什么 他不能报销 他账不能销账 支票开出去 都会兑现 为什么你不兑现 我就不兑现 为什么 这是我的战利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两百三十多万的 我会兑现 因为数目太大了 就兑现 我把它影印下来 兑现了 这个呢 就是战利品 现在还在我家里 干什么 做弄你这个政府 为什么要 一块钱 我到高雄市打官司 来来去去 都不止一块钱 坐车 都不止一块钱 可是为什么 大家想不想的 清朝有一个有名的学者 叫方包 就同城拜的学者 他给戴明市的南山集 写这部序 结果这部书是禁书 钱人皇帝就下名了 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呢 是惩罚的 因为他很有名嘛 写篇序嘛 他的脑里就很优待 大家觉得 过两天你就会出狱了 就没让他坐 坐在压房里面 在外面可以走动 大的范围呢 是监狱的墙 里边呢 就让他活动 他在这里面看呢 就看到 凡是新来的囚犯 这个金子牢头 这玉利啊 就要修理他 就是要行求他 干什么 要钱 有一次抓到一个乞丐 叫花子进来 叫花子没有钱 他们就修理他 害得那叫花子 哇哇叫 疼 他就管闲事了 这方包说 他们没有钱呢 你们修理他干什么 那些金子牢头 玉利说 我们干什么 你怎么会懂呢 你是书呆子啊 我们干什么 这是我们的哲学 什么哲学啊 我们的规矩就是 有钱 就不整你 没钱就要整你 就要修理你 就要行求你 我当然知道他 我们知道他是叫花子 要饭的 没钱 穷人就穷人 没钱 可是没钱 不修理的话 有钱的人怎么样 有钱的人会装穷 我们拿不到有钱人的钱了 你懂吗 你这个修呆子你不懂 修理穷人是给有钱人干的 大家懂了吧 这个支票 高雄市政府这一块钱支票 是打这个官司 是为了拿到这个234万8656块 这个钱 为什么呢 建立我们的威信 政府常常说 国家有威信 政府有威信 你得要破坏政府威信 我们老百姓有威信 什么威信啊 我告你就告诉你 绝不着你 就好像那个斗狗一样 一口咬住你 咬住你以后呢 不是咬出块肉就算了 太 这个嘴巴还凝 凝你这个肉 这么凶悍 我要一块钱 就意思就是 为了一块钱 我都会一次一次一次 去高雄 去闹 为了赚这一块钱 何况 这两百多万 我一定给你打到底的 当然你们怕了我为止 果然这个官司打了五年半 打到最高法院 来上上下下 又发挥高等法院 又上最高法院 又发挥 最后 法官被我反死了 最后法官同意 他们赔我钱 大家懂我的这个强盗哲学吗 他们说 有我在 那个四个字改写了 什么改写了 我们过去讲说 民不聊生 都现在是官不聊生 如果人民像你聊这么刁 这叫刁民 可是刁民我们不是乱闹的 我们是很细腻的 很佛法的 用你的规则 出你的洋相 并且呢 绝对没完没了的 就这样子啊 所以 我的女儿 在北京也好 在华盛顿也罢 只要你向 这个社会 要争取你的权利 合法的权利 争取你的水准 够水准的水准 你就要准备付代价 这话我不是对我 女儿一个人讲 我是现实说法 告诉大家 大家以为我打官司 我乱打官司 绝对是错误的 我绝对是 按照规则来打官司的 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 现在 不景气 我的官司比较少了 请大家注意 我用的下面的动词 我的官司 现在只剩下 十三个了 你知道我过去 打了多少官司 为什么我这么样的刁 我并不想打官司 我告诉你 我心里的真正感觉 我心里感觉 我像意大利一样 我搞个黑手党 你惹了我了 我把你做掉 这都痛快 揍你一顿都痛快 可是我会知道 这不是正轨的路 我要有这种欲望 有这种 我都要抑制我自己 我要知道 我们要求 我们的国家进步 就是要主张 法治 我们相信法律 这个例子就是 你们政府不守法 查进了我的书 然后你们 要动假民主表现 戒严解除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要用戒严的 解除的机会 来反过来 给你算账 或者话 我来报复你 你不有什么 国家赔偿法吗 就让你赔偿我 给我看 我可以做 闹到这个程度 后来我才后悔 我后悔什么呀 就是我为什么 只把三万多本书 放在我妈妈的家里 台中的家里 宿舍里 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呢 多放一点 他赔得更多啊 他没收的更多 查进的更多 又赔钱赔得更多啊 因为这些书我要卖啊 都卖不到这么多 卖不到这么多钱 只有查进 我才拿到这么多钱 为什么呢 没有折扣 每本书 就按照定价来赔我钱 最后别他没有办法 我说我没 他说你要钱吗 我说我不要钱 我要书 书还给我 事实上按照法律 不是赔钱 按照法律 是恢复原状 意思就是说 你把书还给我 你查进查扣 都错了 你要还给我 他还不出来了 被他们烧掉了 他们又不能现印 印的话又被我告 你倒印我的书 你是海盗 政府就是海盗 本来政府是强盗 现在政府变成海盗 海盗版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才按照法律 赔我的钱 大家知道 我花这个钱 花多痛快吗 花多爽吗 就好像花儿子 效益你的钱一样 就那么爽 所以大家知道 从名不聊生 到官不聊生 为什么官不聊生 因为你们这官可恶 你们可以用这样方法 非法的方法 来查进言论自由 像经济里面 打鱼杀家的那句话 就是我骂你 不许还手 我打你 不许还口 我杀你 不许流血 今天 你杀了我那么多刀 查进我96本书 好 你解言了 对不对 轮到我 反攻了 轮到我跟你算账了 这个支票 就是展示给大家 告诉大家 怎么要用 合法的方法 来争取权利 我不需要革命 我也不需要叛乱 我用他们的规则 出尽了他们的洋相 花得这个权 我花得好爽 好爽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